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安与阿铃频道 今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梁省波和她的夫人有三个儿子 四个儿子,大儿子是独医的 在英国留学后开始行医 而她四个儿子之中,有三个儿子都是做娱乐圈的 而且是知名的艺人 其中大儿子是梁宝征 梁宝征是在新加坡出生的 一直直到十岁才被接到香港居住 她十六岁开始在广州演粤剧 艺名叫做白莲 即是她做粤剧的艺名就是白莲 和白梨花 后来她就在1980年开始 就下来香港 就去TVB飞翠台拍电视剧 就以这个情景的喜剧 就是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系列 就飞演一个怕事 但是又贪小便宜的思拉 这个角色是谁 如果有差不多年纪 看过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 这个情景喜剧 都知道她是谁 她就是阿信嫂 她做完这个TVB药满之后 就在1995年跟随她的女儿 就移民到加拿大 就在这个温哥华那里居住 那梁省科的第二个次女 就是梁宝文 那梁宝文也就是 我们看电影里面 粤语长片里面的一个文蓝 那文蓝就是活跃于五六十年代的 粤语片中的 曾经演出过电影《娇娇女》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在Facebook或者YouTube里面 都看到文蓝和李小龙 曾经一起跳舞跳七茶那些片段 由此可知 文蓝和李小龙是小时候 是相当之朋友的 经常两个人 约在一起去跳茶舞 另外一个就是梁宝珠 梁宝珠就是梁省波的拉女 她也是做粤剧的 在1957年8月 梁宝珠就跟陈宝珠一齐 合同陈好球 梁省波 和陈飞龙 梁宝珠就组成了 梁宝珠一齐 在1958年12月 梁宝珠就演出 由唐狄生编剧的《铁公奇远》 这个演出受到了任劍辉和白雪仙的赏识 梁宝珠就组成了 梁宝珠就是梁省波的孙子 她在37岁那时 突然之间爱上了 爺爺的作品 就开始欣赏一下 开始慢慢看昔日 他爺爺的粤剧和粤语片 梁宝珠后来就为他爺爺梁省波 就开了一个Facebook专业 这个Facebook专业的名字 就叫做梁省波 英文 梁省波 在Facebook开了一个专业 就专门来说回他爺爺梁省波的一些 救民趣事 在2018年就释逢梁省波 就是110岁名手 梁省波省出力协助 在当年8月举办了 《我们的波叔》的电影放映展 和梁省波临影之间的一个展览 就做了这个展览 令到年轻的一代 亦都能够认识到过去一些 明灵的历史和他们的艺术 在这个展览中 并且特意选了1956年 由梁省波和她的次女 文蓝合演的一套黑白片 即是《嬌嬌女》 来作为这个展览的开幕电影 在香港电影资料馆里面 一级助理馆长龙志杰表示 萧芳芳曾经向梁省波请教过 希望梁省波教授一些搞笑的心得 即是怎样才能做到你那样的搞笑 但是梁省波当时就很搞笑地回答她 她就跟萧芳芳说 你学不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观众看到我的脂肪震下震下 自然会笑的了 你怎样会学得到我这功夫呢 听到这样的回答 就已经知道梁省波的搞笑功夫 是多了得 另外梁省波也有一个专场 就是专门和人起花名 起卓号 据说梁省波很喜欢帮人改花名 例如白卓仙 就被她改了一个好像日本人的花名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 欺瞻多急 恶咬必赢等子 这个就好像是日本人的花名 另外据问 何守信也有个花名 何守信的花名叫做何必 何必 原来这个花名 何必 原来这个花名 也是波叔 梁省波帮她起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事源在欢乐今宵里面 梁省波曾经弃称何守信 就叫她做何必守信 这个卓号何必 就是来自何必守信 前面两个字何必 那这个鞋音就变成何必了 另外艺人金国亮指出 梁省波在欢乐今宵期间 也曾经帮她改过一个花名 但是金国亮就不肯说出来 这个花名是什么 就相当可惜不知道她帮金国亮起了个日 什么花名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g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好 拜拜